大家好,我是文天祥 相信很多影迷都会对罗卓妖导演 去年获得金马奖最佳导演的《花果飘零》 这部片子非常感兴趣 可是去年应该只有少数幸运的朋友 在金马影展看到了这部片 现在这部电影会在光点台北 随着罗卓妖导演的影展而一块放映 那里面除了有《花果飘零》之外 还有他90年代以降重要的作品 以及启发引领他的包括《塔克夫斯基》 和《小金安热郎》的电影 我相信透过这些作品 里面不同的文化与地区的撞击 我们应该更能够理解《花果飘零》 零根自植的道理 希望大家珍惜也来参与这次的影展